三天內一拜 在里長的代理下 里民們手持相知 用虔誠的心一同祭拜祈福 中正區三愛里中原普渡法會 27號下午在連雲公園舉辦 今年總共信約400戶里民共襄盛舉 家家戶戶將餅乾水果等各式共品 擺滿整桌 里長則是請來道業專精的法師送金 場面莊嚴隆重 今天是我們三愛里 臉里的中原普渡拜拜法會 我們的安排的話 就是也請五位法師來送金 然後有準備一些簡單的 那個隆重的那個礦品 希望我們各地各路的好兄弟 來一起來享用 那我也藉這個機會 希望好兄弟也保養我們臉里的里民 居家平安 大家都健康快樂 謝謝 我們有替里民準備一些 金紙啊 香啊 然後就叫我們那個里民 自己準備一些簡單的水果跟乾 餅乾乾兩大小而已 簡單隆重就好了 讓我們那個里民 求平安 心安 中原普渡啊 是我們那個每年很重要很重要的這個日子 所以那也希望藉這個拜拜的機會 祈求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那一切順心如意 由禮辦公室舉辦大型普渡法會 除了可以省去里民準備祭祀用品的時間 同時也鼓勵民眾以米代金 減少香脂紙鉗 並將金紙集中焚燒也更加環保 謝謝我們山海里的成人寺里長 來辦理一個慶山中原 連連普渡的一個祭典活動 那因為大家可以把貢品 還有一些金紙錢都來這邊 共辦一些好兄弟 那然後這個金紙錢 那也可以來參加市政府的一個集中焚燒 我想這樣會減少很多里民 他們在焚燒禁止的一些困擾 那所以我們市府就在推動這個金紙錢集中焚燒 那同時也推出這個以米代金 以公代金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希望這個減少這個金紙錢的焚燒 為我們這個環保 大家彼此來盡一份心力 在法師送金祈福下 里長與里民雙手合十一同祈禱 希望藉由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法會 傳達里民虔誠的心意 祈求好兄弟保佑 風調雨順 一切平安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照片